他们的这些做的事情 今天如果会被这样子对待 那我觉得这些收割者 才真的要去深知监讨 继自家人冯光远高调推党 现在就连曾相当欣赏 黄国昌的独派大佬 孤宽敏也发出不满 孤宽敏9号下午出席活动 接受媒体访问表示 时代力量好像几个人 在表演而已 与社会大众有据理改 加上身为小党 本来人就不多 如果不团结 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提到黄国昌 陈希望他能够接下 新台湾国策智库的 孤宽敏则说 在最近也不知道 什么原因没有再找过他 新任的这几位委员 在各种折冲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成熟度 或者是说 这些折冲的效能上面 我觉得或许都还有 更多的进步空间 但我觉得对孤老先生 我觉得他是爱之生 哲之切 所以政策的提出 还是必须要务实 还是要理性的思考 必须要整体做一个考量 那可能实力量过去的一些提案 比较像烟火似的 那对孤老来讲的话 他应该是有感而发吧 眼看绿色盟友都摇头 实力内部也开始有杂音 也许内部有一些 这个沟通不足的地方 很多的事情 其实也不是主席 一个人说了算 发明黄国昌行动 过了提案门槛 已经累积六千多人 就等二月一号 黄国昌就迟满周年后 就能向内政部正式提案 而且我们透过网络直播 很多没有住在这边的 这个居民 都会通知他们的朋友 来这个地方前 时代力量昔日 自诩改革的第三势力 如今却成了选民心中 要被改革的对象 记者谢文翔 周世平台北报导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